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义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只有和睦相处,才是兴旺的根本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却能说道,而却很少人能做得道 俗话说,穷不怪父,孝不比凶,苦不择期,气不凶子,可以说是惊艳之谈 这四点如果都能做到,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越走越顺,家庭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穷不怪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生活贫困不能怪其父母 不要因为生活不如意,或者赚不到钱财时,埋怨父母,责怪父母,太没本事的缘故 人都有父母,也都会成为父母,正因为有了父母的存在,自己才能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但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许多的勾勾坎坎 这犹如登山,不同的出发点,也有着不同的道路 同时也有着不同的体力和思维,更有着不同的机遇和创新 因此,有顺也有不顺 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往好的方面走的 只是人所经历的和遇到的不一致,而挤 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去衡量六七十年代的人 肯定他们没有现在的人思想先进 但如果六七十年代的人和建国以前封建社会的人相比较 他们又比以前的人先进许多,时代在发展 一些事也不能全怪老人,这也是时代所致 因此,不能拿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父母,去责怪父母 父母给了自己生命,也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要知道,人有高低胖瘦,五指各有长短,各有各的路 没钱不代表思想贫穷,而有钱也不代表事事顺心 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因此,做子女的要懂得感恩 不要因为生活不如意去责怪父母 笑不比凶 百善笑为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理念 父母让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孝顺父母,感恩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笑不能相比,这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心 你守着父母,端茶倒水是笑 他身在一厢寄钱寄东西,也是笑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的人们往往以笑当作自己无谓的付出 和兄弟姐妹间比来比去 好像自己很吃亏一样 其结果,兄弟姐妹间都成了不笑之人 笑比的是在父母面前的一种责任 一颗感恩之心的程度 不是比兄弟姐妹间的均衡付出 虽然兄弟姐妹都是父母的孩子 但每个人对父母孝顺的方式不同 笑不比凶,全靠自觉 苦不择期 年轻时身为人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组建新的家庭 也正因如此,人类才得以正常的发展和延续 步入婚姻后,夫妻携手一起生活 在共同的生活中,贫苦可能会成为一块试金时 考验着夫妻俩共同解决问题,应对风险的能力 老话说好女妇三代 也正因有此说法 有些男人,在自己生活得很苦的时候 就开始埋怨妻子 觉得即便是娶了妻子 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就认为没有娶到好妻子 埋怨,这埋怨哪 无缘无故地责怪妻子 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情绪 在很大程度上 男人累,女人同样跟着累 男人苦,女人同样跟着苦 指责妻子只会让家越来越穷 一个完整的家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 责怪妻子也是对妻子的不信任和自己无能的表现 真正的男人 从来不会把责任甩给其他人 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家庭男人都没女人付出的多 他既要照顾老幼 又要辛苦劳作 因此 俩人共同生活 要相互理解 作为一个男人不要责怪妻子 苦了穷了从自我身上找原因 遇到一点困难 就责怪妻子 这也是家庭不合的根源 气不凶子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 为了正确地引导孩子 狠孩子几句也属正常 但有些人一旦生活有压力情绪不好 便会冲孩子出气发火 让孩子一时摸不着头脑 这不仅孩子又小的心灵受到伤害 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命运 自己有气 自己想法泄掉 不要自己有气去凶孩子 身为父母 一定要明白 孩子虽小 也有自尊 虽然一时自己痛快了 也许会让孩子以后的性格叛逆 出现你凶你的 我做我的 弄得错对不分 而迷惑于对社会的认知 因此千万别拿孩子出气 要对孩子耐心教育 总之 穷不怪妇 孝不比凶 苦不择期 气不凶子 也是老人们的经验之谈 很有道理 家以和为贵 也只有尽心做好自己 才能换回一个美好的人生 不知大家对于这句俗语 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前人栽树后人成粮 这是一句古话 意思就是说 先人栽下了树 长大后 作为后人天热时 就可以在下面粮快 这句话常常用来表达 先人为后人造福 树这种植物生长缓慢 一般要十几二十年以后 才能成才 人们为了增加效益 利用可利用的空闲地方 便栽植上树苗 现在的农村多种植杨树 铜树 因为这两种树香 比较别的树种 生长速度 还是稍微快一些的 栽生长快的树木 目的无疑 就是想着尽快能够 见到经济效益 那提主说的自己栽树 别人受益 又是咋回事呢 只要知情人尊重小编 不知情的朋友 不嫌小编啰嗦 请继续看下去 小编的住宅 是公元1982年 开始盖房住在此处的 因当时要实行 农村建房规划 巧合的是 小编正式结婚的年龄 在农村也是该 分配给宅基地的时候 怎奈这规划处 是一片洼地 父母及弟兄们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把宅院垫了起来 当时的经济条件 和现在是无法相比的 现在都是挖地基 水泥钢筋器主 以前可不行 能把地基用土垫起来 下雨不存水就不错了 而且还是以人力手推车 架子车拉土为主 不管怎样说 房子 宅基都垫的和外围别家的院子 高低差不多 成了一个样子 也不知处于什么原因 三年后建房规划紊乱 需要建房的人家 多以祖辈遗留的空闲地 各自建设 小编住宅旁边 却始终成了一片挖坑 宅院的正东 正南没有人家 而几十米外的高处 却建起了无数的房设 农村有句老话要想富 多栽树 小编便买了一些树苗 栽植在房前屋后 周围邻居也都如此 为的是以后能收入点 其实 小编是多么希望 自己的住宅周围 都有人在一起 而不是坑堂 遇到个下雨天 住宅两边都是水 存留好多天才能被干旱的土地 吸收干净 无疑这是免不了蚊虫的侵扰的 心里曾想 如果有人在此盖房 自己情愿把所栽的树 也给别人 可周围依然如此 时过境迁 一晃 到了2022年 春暖花开 也是人们农忙的时候了 也就是昨天 我听到院外 有伐树的声音 出门一看 果不其然 再看看 竟然还把自己栽的两棵羊树 也给罚倒了 一问方知 原来是挖坑前一家邻居 一个80岁的老人 卖给了买树的人 两棵树200元 钱虽不多 可这是我和老婆 十几年前两人 共同栽植的呀 当时的心里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 让中介人把老人找来 我要问问 没想到 老人来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做人要凭良心呀 我记得 好像是我栽的 我反驳 你老实忘了吧 当时你栽的是铜树 没栽杨树 而且你栽的铜树前年 你就卖掉了 老人也理直气壮 反正当时 我是栽了树 这树就是我的 这样的争吵 实时没有必要 同时也有不少人为官 这时老人的儿子 走了过来说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俩个干脆 一人一颗算了 一人一百元 我知道 我老婆正在病中 也不宜受气 便好呆劝说老婆回家 我来处理 可这样的说法 林家老人依然寸步不让 看看纠缠不清 我却让步了 对老人的儿子说 不要说了 买树的钱 我一分不要 全部给你老爹行了 但你要知道 这两棵树的的确确 是我两口子所在 就这样不了了之 二百元全给了 那个八十岁的糊涂老人 可回家后 我却对自己老婆说谎 说那家的儿子 要把全部的钱给我 我收了一半 个一半 其实 这是自己害自己 但小编自己认为 一分钱不要 自己栽树 别人受益的这种做法 应该是最恰当的做法 纵然自己受点委屈 何必再让一个糊涂老人同时受气 如果一个不慎 老人晕倒 岂不是小事变大事 而产生纠纷 林里从此永不和睦 再则说了 现在已经八十岁 还能活多少年 虽然二百元征求的是个真理 是个人品 但我知道 没有二百元 同样可以生活 我更坚信 事情终会水落石出 为一件纠缠不清的小事 没有道理可讲 最珍贵的是人品和道德 对老婆的谎言 应该也没错 如果实话实说 一分钱没得到 本来就有病的她 岂不病上加病 我相信善意的谎言 并不是坏事 也许小编的做法 不会被所有人接受 我也知道 外局人会说 什么的都有 但小编就这样做了 小编认为 同一个地点 人们不可能走同一条路 到达终点 别人怎样说无所谓 人生的路上 全靠自己怎样去走 走自己的路 把生活装扮得更加美好 才是赢家 对于自己栽树 别人受益这句话 不知大家会不会 也有像我这样做 俗语流传广泛 它覆盖了 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直接影响着 人们的衣食住行 在农村 尤其关于婚丧嫁娶 修房盖屋这些重大事情 讲究更多 毕竟向往美好追求幸福 是每个人的愿望 因此 关于这方面的俗语 也流传很多 毕竟 这都是人生的大事 俗话说 东高不算高 西高压断腰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句俗语 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道理 大家知道 农村不同于城市 城市人口集中 以小区为主 一楼多户人家居住 而农村虽然也是人口集中一起的村落 但家家户户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宅基地 这是由于工作性质不同 以农耕为主的人们 毕竟有着很多的农具要存放 更何况以前多数要烧柴做饭 取暖 因此 农户的住房前多都留有一些空间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门小院 虽然各家有各家的独门小院 但人们居住房屋的布局 整体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建筑 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独门小院的大门多开在东西 南这三个方位上 正北是人们居住的房子 坐南向北房屋的建造 这既是老传统 也符合人们的生存规则 这是由于坐北朝南的房屋 既可止于寒冷的冬天北风的侵袭 人们又可得到充分的阳光照射 如果没到过农村的朋友 有空到农村转一转 就会看到 农村的住房 多是坐北向南建造的格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对于方位来说 东为上 人们也常称为上房 也就是院落的右侧 西方代表左侧 左为下 在古时候 如果三间住房的话 局中的一间为客厅 东面的一间为长辈的住房 西面的一间为晚辈的住房 不过 时至今日 已没这讲究了 这是由于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 傍晚从西方落下 虽然房屋都能得到阳光的照射 但清晨的第一旅 阳光会先照射到靠东侧的房间内 到了中午十分西侧的房间 才会接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这也是人们采用东高西低的房屋布局的原因 在寓意上来说 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代表着生机和活力 在五行中东方属木 草木蒙发 具有着欣欣向荣 充满一片的生机景象 因此 在院落的建筑上 也就有了东高不算高的说法 另外 人们受其风水学的影响 认为东面建高一些 西面矮一些 才符合风水的要求 毕竟民间有着左青龙 又白虎的说法 在古人看来 龙在东 虎在西 建造坐北朝南的房子 也有着这样的因素在里面 人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 都会觉得坐北朝南 两边有青龙白虎守护是最好的 人们普遍认为 如果左青龙也就是宅院东侧 高于右白虎也就是宅院的西侧 以后就会给家里带来好运和福气 就会人丁兴旺 家业发达 如果白虎所在的西面的高度 超过了青龙所在的东面的高度 那么这个家就会成寿部了 以后就会代代有人穷 难以富贵 也因此就有了西高压断腰的说法 其实 左青龙 又白虎的说法 是古代的人们在选择宅基地的时候 是想要找个险山露水的好地方 也就是人们说的风水宝地 实指的是宅院的前后左右的自然地形地貌 可现在的人们却误认为 盖房要看左邻右舍 东林的房子高就对自己有利无害 如果西林的房子高就是欺压自己 那如果说西高压断腰是因高压了他自己的腰 又该如何去解释呢 这也不是说不过去 所以小编认为 这和人为的建筑是不存在太大关系的 如果有关系 也是自己宅院去按五行生客去演算 别人盖别人的房子 有钱想盖多高随他去 邻居在自家的庭院建房 既不占用自己的地方 又都是做北向向南的住房 阳光照射又互不影响 不过房屋太高会不会压断自己的腰 却会影响后面低 住户是真的 在建房上还有句老话叫盖房不盖单去投 意思就是说房屋不能单独出头 小编猜想这应该和东高不算高 西高压断腰这句话有着同样的内涵在里面 意思就是告诉人们 房屋建筑应该高低一致 才整齐美观 才有利于邻里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人们文明度在一步步提高 思想觉悟也应该远比古人高得多 人们讲究的是环境美 行为美 语言美 心灵美 人生的幸福是处处充满和邪氛围和快乐 正所谓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的开始 俗称新年 过年 过大年 这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大的一个节日 它是吉除旧不新 拜神祭祖 祈福辟邪 亲朋团圆 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虽然节假日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但在民间也只有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 春节才算正式结束 和家团圆喜庆新年之际 走亲访友是很正常的事 这也是古老的汉族民俗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亲戚朋友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活动 一般情况下 走亲访友的时间就是正月初二 开始直到元宵节 这期间几乎家家都在酒醇中泡着 在香味忠欲着 尽享人生的乐趣和亲情的快乐 走亲戚的第一站就是回娘家 毕竟父母是人之源人之根 一般正月初二去娘家拜完年 下面就是按自己或亲友的时间安排而定了 或是姥姥家 姑姑家等等级别的亲友 农村新年 走亲戚有据 顺口溜教 先看丈人再看就 姑父一父排在后 可见 走亲戚的第一站多是女人回娘家 这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 也是一种礼仪 走亲访友是一种亲情的慰问 也是彼此的感情交流 毕竟平时人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很少有机会在一起 而过了元宵节又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但春节走亲访友也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的 老人们说 春节走亲访友有三要三不要 具体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 要提前通知 不要贸然前往 春节走亲访友不同于平常或其他节目日 只要不是年龄特大而行动不便的老人 是都要走亲访友的 春节走动的目的就是慰问和交流 也不可能像平常一样 放下礼物聊两句就走 一般春节是都会在亲友家吃过饭再走的 因此也大多是中午走亲戚 如果不提前打招呼 主人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或主人家也去走亲戚不在家 自己见不到人为难是小事 如果再打电话 把主人招呼回来 主人也许会为难该不该留你吃饭 或该给你准备什么东西 自己为难了 主家也为难了 同时也显得我们不懂事了 因此春节走亲访友要提前通知 不要贸然前往 二 要带寓意好的礼物 不要带灵妻食品 春节走亲访友带礼物是不可少的 虽然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 不缺吃不缺穿 但礼物也是一种礼节 如果两手空空 表面主人家不说时 心里肯定不舒服 同时也会认为自己不懂事 春节造访不但要带礼物 而且主人家如有长辈另起炉灶吃饭的 还要为长辈单独准备一份礼物 但这份礼物不需要特别准备 就算是一箱牛奶 哪怕是一两斤饼干 也能说得过去 毕竟是新年 老人压根就不会在乎你送的是什么礼物 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但春节要带寓意好的礼物 不要带一些寓意不好的东西 比如礼这种水果 虽然甘甜可口 鲜美多汁 又有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 很受人欢迎 但中国人也有语言上那喜内极的禁忌 人们多喜欢用谐音来判断 礼和礼发音类似 因此在和家团圆的新年礼 礼是不能送礼的 另外在过年的时候 吃礼也是有讲究的 要把礼放在盘子里 让客人一个一个拿着吃 千万不能将盘子里的礼一个一个分给客人 这寓意着分离 在过年时是很不吉祥的 再有零期食品是千万不要带的 零期食品就是即将到保质期的食品 春节客人多 一般家庭都会有很多礼物存放 吃又吃不完 如果再有零期食品在其中 很有可能存放过期 尤其老人也不管三期二十一 如果因吃了过期食品而受到危害 自己也有责任 最终一片好心弄个害己害人的结局 三 要见面问好说吉利话 不要随心所欲乱喷一气 人们常说春节大拜年 讲究的是喜气洋洋互相祝贺 春节走亲访友 就是为了祝福对方 因此 见面要为长辈鞠躬向同辈握手问好 这是新年的礼仪 也是传统的礼俗 在我国新年礼俗中 有着很多的讲究 如果随心所欲 胡乱喷扯 也是一种忌讳 尤其死人了 什么什么坏了 要尽量避免 这会让主人家感到晦气 尤其今年疫情 危害了不少人 这也许会成为多数人的话题 但切记说一些不吉利的话 在老人们心中 新年新气象 好的言辞会带来一年的顺利 不吉利的话语会带来一些晦气 虽然一句话不可能阻止运气 但这也是我国内籍习俗和的一部分 春节走亲访友是一种礼仪 也是老传统 这三要三不要一定要谨记 不要因为一时疏忽或过分 而让亲朋好友感觉不舒服 或对自己产生误解 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地过个好年 灵妖管住自己的嘴 你才会有更高道德修养 说到修养 有多个维度体现 其实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就是从管嘴开始 管吃管喝 管言语 管发脾气 这些都是管嘴 管住自己的脾气 管住自己的嘴 不要说恶言恶语 保持那个健康 保持节制 保持有规律的生活 这样呢 你才会有更高道德修养 大德始于自治 管不住嘴的人 道德上就要亏欠 这个特别重要 零二一个人的修养都在一个动作里 这个动作就是听 不管什么样的人 他的修养其实都体现在一个动作里 这个动作就是听 我们根据听的不同层次 可以把人的修养划分为几个段位 最低层次的听教根本不听 不管谁跟他说什么 他压根就不听 左耳进右耳出 这种人要么是过度自大 要么就是心中没有尊重 对所有人没有敬畏感 天老大 他老二 如果这种人有才华 他肯定闯大祸 如果没才华 一辈子都扶不起来 第二个层次假装听 看着再听 其实没听 就是为了敷衍你假装听 这样的人内心 本质其实也是自大的 第三个层次是选择着听 他听对自己有用的 对自己没用的就不听 这种人成长会很慢 因为别人的话 对他来讲连参考意义都没有 第四个层次是认真听 从这个层次开始 一个人的修养就非常高了 不管说话的人是谁 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 他都会认真的听 至少这样他很有修养 很有家教 懂得尊重人 第五个层次就比较高了 叫换位思考的倾听 他边听边在思考 他把自己带进去 带到对方的立场角度去思考 这其实就不是简单的听了 这是一种智慧 最后一个很高的层次 叫同理心倾听 他看着是用耳朵在听 其实是用心在听 他依然站在自己的立场 但是他用他的共情 他的同理心去听你的讲话 在听你说话的时候 他会思考怎么做 对双方会更好 知道了这个些 无论对我们自己 还是对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明白 想要提升修养 要从学会倾听开始 03.如何修炼和 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 第一个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经常都在自以为是 总觉得自己很有内涵 总觉得自己的经验很老道 总觉得我做的没有错 其实都是自以为是 你要多听听人家 你才知道你到底懂得多少 你不听人家 你就不知道是他高还是你高 第二个 不强词夺理 有些人生活中经常在强词夺理 需要说明的是 在当今社会 大部分人都是既不认输 又不认错的 因为认输对自己不利 认错自己没有面子 第三个 不要打断人家的话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只要对方没有触犯到你 就不要打断别人的讲话 另外 如果这七点都做到的话 那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这七个是什么 居善地 心善冤 与善人 言善信 正善智 是善人动善时 我们如果朝这些方面去修炼的话 就很快会提高我们的品德 零四之人善任 提高自己智慧 就要修心性 老祖宗告诉我们 要想提高自己智慧 就要修心性 要不断学习 然后实践 行迁礼路 读万卷书 要想修心 先修心智 如何修心智 儒家文化强调 好学近乎知 立行近乎人 知耻近乎勇 就是告诉我们 只有懂得羞耻 才能自省自免 奋发图强 有羞耻心的人 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 战胜自我 这是永的表现 常怀一颗羞耻之心 不仅可正身 养浩然之气 而且知进取 成事业 其实 致体现在 知人 知言 知心 知道 这几个方面 知人 知人 善任 要做到 观其人 听其言 闻其声 都是在知人 古代就是从知人这个角度 从内容表达 声音都能代表着这个人的修为 古人说贵人 语持 零五 结语 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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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格魅力就强 也会事业有成 一个人智慧的高低代表修养吗 其实并不完全代表 最代表一个人修养的就是性格 我们身边有很多发展不好的人 天天特别嘴碎 说话还快 你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表达啥 还有些人非常沉稳 往往有的时候聚会中最安静的人实力就强 你着急人家没着急 你沾火就着 都火冒三丈了 人家还面带微笑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回头 这些都是修养的一种表现 所以要想提升修养 对从修心性上入手 你德性好 人格魅力就强 大家愿意跟着你 你也会有所成就 灵妖什么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修行 什么叫修行呢 所谓修行 修就是要落实在心上 我们常说一个人素质多高 多有修为 都是指在心上 有人说自己心有多好 心是需要落实在行上 所以修行就是要修我们的心和行 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 在山上 在庙里 还是在生活之中 六祖会能禅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但是 有些人为了修行精进 没事就去庙里 一有时间就诵经打坐 整天磕头打坐 修了好多年 可是习气烦恼依旧 性格心态依旧 一旦遇到小事就原形毕露 其实这就不是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不需要远在深山 也不需要高居神坛 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它可以很近 近到我们遇到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衣食住行 皆是修行 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 每一件烦心事 每一次情绪的旋风 每一次恐惧的到来 都是道场 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 那婚姻就是道场 如果你有职场矛盾 工作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你陷入生活的无聊 那这种无聊感 就是你的道场 道场在你的每一个寿难处 修行必须从那里开始 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 而是为了遇见你自己 当你爱上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修行才刚刚开始 滚滚红尘街道场 在修行中领悟自己 在生活中修正自己 让自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零二修行不是非要去深山殿堂 四海八荒皆是道场 拜佛不是弯下身体 而是放下傲慢 吃素不是清心尽欲 而是心怀慈悲 念佛不是累计数字 而是清净心地 合掌不是双手作秀 而是恭敬万物 禅定不是常作不起 而是心无挂碍 欢喜不是颜面合跃 而是心境舒展 清净不是摒弃欲望 而是心里无私 不识不是花钱买工 而是舍弃贪欲 信佛不是求佛保佑 而是践行无我 信佛并不是让我们与世无争 与己无争 而是让我们敬畏因果 怀慈悲 离困难 增智慧 减烦恼 懂知足 找到心灵的出口 修行不是非要去深山寻殿堂 四海八荒皆是道场 零三真正的修行是修心 是修正自己 有一句说得好 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心灵的宽度 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 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 真正的修行是修心 修正自己那颗烦躁不安一天七十二遍的心 真正的修行不是逃离 不是躲避 而是欣然的面对一切苦难 全然的接受此刻正在经历的一切好与坏 唯有当我们学会接受时 我们才明白一切好与坏 都只是自己的分别 人生三修讲人生最好的境界 就是花未开拳 月未圆 苦难是一种修行 逆境是一种沉淀 能百毒不侵的人都曾遍体鳞伤过 能笑看风云的人都曾千疮百孔过 每一个自强不息的人都曾无处可依过 每一个看淡爱情的人都曾至死不渝过 零四什么样的人修为高 真正的修行就是当下 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和自己的妻子关系处理的和谐 能够和兄弟姐妹关系处理的和睦 能够和自己的孩子关系处理得当 能让自己的父母很高兴 和自己的朋友关系都处理得融洽 让所有接近他的人感觉舒服 那么这个人就是有很高的修为 能把所有关系处理得好的人 实际上是需要放下很多的小我 需要做很多的奉献 而且面对利益都不计较 面对别人的误解 能够做到心胸豁达 这就是修行 所以 行远避自耳 登高避自卑 修行要从当下开始 零五怎样做到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 是从我们安住于当下的自然状态开始的 只是在这个当下 与发生的不可抗拒的一切 无条件的接纳与合作 让该来的来 让该走的走 看着自己头脑里所创造的执着而不跟随 全然拥抱自己当下的感知和感觉 不执着于任何事情 包括不执着于任何所谓修行的法门 路径 方法技巧 接纳与允许所有在你当下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无论带给你的感觉是喜怒哀乐 是舒服或不舒服 只在这个当下 全然接纳和允许 而接纳和允许 也包括接纳你的不接纳 允许你的不允许 以及接纳你所有的一切执着 看见一切包容一切 真正的修行 并不是从你开始信仰 某位上师或宗教开始的 而是当你全然的懂得 活在当下的自然状态的那一刻 你便开始了真正的修行 在日常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交往很正常 但也都不会随便去交往 唯恐一时不慎 交往到不三不四的人而殃及灾祸 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 都会先观其言谈举止和貌相 尤其是古代 人们受其相学的影响 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五官相貌 就代表着其一生的性格及为人 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有句老话说 娇男莫娇婴鼻子耀眼 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 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道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娇男莫娇婴鼻子耀眼 婴鼻子耀眼 其实是人们象征性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和鼻子长得像婴鼻子 眼睛长得像药子眼 一样的男人交往 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相信大家对婴都不陌生 虽然很少见 但多数人也在电视或书本上 有所见到过 听到过老婴雕小鸡的故事 虽然是故事 但可是真的 老婴这种动物 是以食肉为主的动物 所以民间的人们 也常常把婴称之为老雕 恶老雕 在人们眼里 婴就是一种凶猛性的动物 因它的鼻鼓 中间凸起像个驼风 鼻尖是下垂的 所以古人认为 具有这样笛子的人 也有着像婴一样的性格 是个凶残成性的人 药其实也属于婴 只是小型的雀婴 同样以猎食鼠 小鸟 小鱼等为主 北方人称雀婴 南方人称鸯子 它的眼睛小而圆 略显发黄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常把眼睛小而圆 瞳孔偏大 或者眼露似白的人形容为药眼 正因为婴和药都是种凶勤 又都有着外部明显的特征 因此 人们在比喻一个人凶残时 常常会用婴鼻子药眼来形容 古人认为 长着有像婴一样的鼻子 和像药子一样眼睛的人 都是那种比较阴险狡诈的小人 眼神冷漠凶残 没有仁慈之心的那种 平时笑里藏刀 眼神多猙獰 心神变化不定 充满杀鸡 因此 也就有了娇男不娇婴鼻子 耀眼的说法 在很大程度上 一个人的眼神 还真能把一个人的性格 及其内心展露出来 但这是看的人的眼神 不是看的形状 如果单纯地 以这样的长相去判断一个人 显然就有点以貌取人了 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 这句话 是古人对于一个女人的审核标准 他们认为 一个好女人 是不会在和人的交往中 无故地伸舌头 地眼神的 这样的表情 就是一个浪荡不稳重的女性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伸舌头抛眼神的女性 多是一种撒娇的行为 和做错事 而自知的表现 但在古代可不一样 古人对女子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毕竟 古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 他们认为 一个女人就应该大门不出 二卖不卖 衣不露皮 笑不露齿 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淑女的风范 否则 人们就认为是伤风败俗 就不是个好女子 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 如果一个女人和对方伸舌头抛眼神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真具有点挑逗的意思 一般情况下 在古代这样的动作 也只有生活青楼里 常见男人的女子才能做得出来 伸一下舌头 抛一个媚眼 比拘挑逗性 这样的动作在当时 就是一种风骚的女人所为 因此 也就有了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的说法 如果这样的表情 按现在来说 也就等于取个乐险的娇气一些 并不为过 可古代却不行 毕竟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 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 娇男不娇英彼子耀眼 娇女不娇身舌头抛眼这样的说法 明显也有点以貌取人 虽然有点天面 但也是提醒人们在日常交往中 一定要慎重 以免交往中 交到一些不地道的人受到伤害 或误入迷途 但凡事都有双重性 以貌取人也不可取 毕竟长相是与生俱来的 无法改变 但性格及为人处事 都是个人的修养 因鼻子耀眼 也不见得都是凶性之人 伸舌头抛眼的女性 也不见得都是浪荡女人 只有通过一些事情后 才能断定一个人可不可以交往 既然古人这样说 处于当时的社会 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不知大家对于这句俗语 是怎样认为的 灵妖我善良真诚 为什么还这么倒霉 生活中 经常听到我善良真诚 没有坏心眼 我不坑人 不害人 我做错什么了 要让我来承受这么多的倒霉事 其实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荀子有句话叫天行有常 不为遥存 不为结枉 意思是说 你在善良也善良不过摇地 你在昏庸也昏庸不过下节 就是这两位人物在天道的规律面前 也是同样是白给 有人说 我很善良也真诚 为什么还会这么倒霉 天地不仁吗 世间的规律就是福或相依 谁都躲不过 有福就有祸 福或随时转化 没有哪一个人是从生到死都顺顺利利活到九十九 完完整整地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都没有 反而是越有大成就的人 磨难就越多 越大 经历的黑暗时期就越长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场考试 古人讲天降降大任于私人也 当然就是要好好地练练你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及格的 通过率很低 大部分都留级了 怎么才算及格呢 不抱怨 不要怨天尤人 要把老天给你的磨难 转化成自己的心性和韧性的磨刀石 积极乐观用笑容去面对挫折 这样你的福马上就来了 我们总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怨天怨地 怨时代不好 怨生意不好 怨老天不给我们机会 我们要真正懂得正极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有人说我很笨 什么都学不会 你都知道你很笨了 就努力一点嘛 所以越是怨 就越会产生负能量 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不好 无怨是最好的风水 如果你满肚子苦水 抱怨这 抱怨哪 那你永远都在黑暗里 曾国藩有父对联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 虽逆境一唱天怀 你现在就是逆境了 你能仰天长笑 一唱天怀吗 君子求诸己 这才是真正成事的人 零二遭受重大挫折和磨难前有什么征兆 一个人在遭受重大挫折和磨难前有什么征兆吗 万事万物都有迹可循 你认为的失误并非出于偶然 比如 第一 关于横财 天上掉馅饼 穷了几辈子啥也没干突然发家了 这个大金元宝 莫名其妙的就砸到自己身上了 捡了个彩票一看中了五百万 家里破房子拆迁了一下 给赔了一千万 这些都属于横财 第二 关于横幅 前面急急无名 突然鸣满天下 上午在家里种地 下午土鸡变凤凰 贵气逼人 找了半辈子的媳妇没找到 突然一个大美女愿意嫁给你 这些都属于横幅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横货 要相信 有多大的横财和横幅 就有多大的横货在后面等着你 老人言 福或相依 天欲或人 必先以微福交之 先让你尝尝甜味 看看你的表现 如果你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正好趁此机会积德行善 广利众生 也就是厚德载物 那么这个横财和横幅 你就抗住了 真正属于你的了 你就过了这一关 如果你不思修德 交银放纵 丹于享受洋洋得意 那么接踵而来的 就是飞来横祸 零三真正的成功 一定是厚积勃发 大气晚成 我年轻的时候 希望自己的人生就像 一颗流星一样 闪耀着划过夜空 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璀璨 那对我来说 就是永恒 最无法忍受的 就是自己平庸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相信很多的年轻人 也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想让自己 真正地活一次 可以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在经历各种 超越常人的奋斗努力 经历了漫长的黑暗 和起落沉浮之后 到现在我才明白 所谓的年轻有为 绝对不是好事 年轻的时候 锋芒毕露 争强好胜 只想立业 不想修德 只想进 不想退 只想争 不想让 只想满 不想亏 只想的 不想舍 只想成 不想败 即使我们幸运的 有了一点短暂的成功 那么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双无情的大手 把你从成功的悬崖上 推下来 这种感觉不是 常人所能承受的 有人说 好人没好报 什么叫好人 什么又叫行善呢 古人讲行善 不着善 有人觉得自己是好人 觉得自己帮助了很多人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 当你自己觉得的时候 依然不是了 所以你会发现 越是做事越多的人 反而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 越是没做多少事情的人 越认为自己做了很多 要以无为的心态做 有为的事情 是让别人觉得 而不是自己觉得 自罚者无功 不要想着年轻有为和一夜抱负 老子讲 挑风不中日 暴雨不中招 看看我们身边失败的例子 比比皆是 咱们的德性都多不住 此处满 彼处缺 人生就是一场长跑 真正的成功 一定是后继勃发大气晚成 时间很快 一晃已进入到了2023年 但在老百姓眼中 也只有到了农历的正月初一 才算正式的进入新的一年 毕竟公历和农历是有差别的 而老百姓处于农时 即24节气 常常以农历年计算 俗话说太阳过东景 坟头遍地起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为何这么说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句俗语 唯一不好理解的 就是东景 什么是东景呢 这是这句俗语的关键 也是不好理解之处 其实 只要看过一些古典书籍 了解28星宿都不难明白 这里的景 就是指28星宿的景宿 按说景宿属于南方七宿 可东方过完就是南方 正因景宿排列在南方七宿的首位 因此也就有了太阳过东景的说法 大家知道 地球围绕太阳转 转一周为一年 而月亮围绕地球转 转一周为一个月 人们常常把太阳称为阳 把月亮称为阴 因此 农力也称太阴力 它是按月亮绕地球一周的运行所计算的 而功力也称太阳力 它是按地球环绕太阳一周运转而计算的 所以 农力和阳力不会完全一致 如果功力和农力各自以自己的时日算下去 三年就相差一个月的时间 人们为了弥补这个差距 就在农力的历法中引入一个润月的制度 即在一个适当的年份中 增加一个月 所以也就有了润月 根据二十四节气与中气的说法 二零二三年二月结束之后 中气不足 所以就要润一个二月 才能补齐中气 这样二十四节气才不至于错乱 因此 二零二三年润二月 关于润月 双春年 都是由此计算推算而来的 也因此人们对于润月 双春年都有一套一套的说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 由于二十四节气是反映农时的节令 也只有润月才协调 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 在古人看来 每一年都有一个专属的力量特点 地球上之所以会有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幻 那是因为地球在绕着太阳公转 转一圈就是一年 按照老祖宗的五行学说来看 春夏秋冬又对应着金木水火土 彼此之间相生相克 维系着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以此往复循环 每一年的力量特点皆不同 那是因为二十八星宿各自不同的属性而引起的 二十八秀是脚 抗 低 防 心 尾 鸡 斗 牛 女 须 微 势 臂 碧 魁 柜 碧 碧 滋 滋 餐 井 鬼 柳 星 张 义 枕 结合四方集 本来是二十八秀 本来是二十八秀 从而影响着地球上从而影响着地球上的万物 太阳过东景 坟头遍地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太阳只要过了井宿 坟头就会不断地冒出来 坟意味着人死后埋葬才会出现 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失去生命 其实 这源于人们对于二十八星宿的认识 古人认为 井宿对应着汉朝的摇期 在玉侠记有对井兴秀这样的说法 原文 井兴造作望残田 金榜提名第一仙 埋葬须房经足死 忽巅峰急入黄泉 开门放水招财博 牛马珠阳望莫言 寡妇田堂来入宅 而孙兴旺有余钱 这样看来 逢井宿有吉有凶 按照老一辈的说法 井宿带有一股杀伤力 会有一股急患的力量肆虐 从而影响着世间万物 因此也就有了太阳过东景 坟头遍地起的说法 按照运行的时间来计算 2023年 太阳进入冬景的时间 是农历的四月初九 到了农历的五月十二是 初冬景的时间 也就是说过了农历的五月十二 这股杀伤力就会耗之已尽 小编认为 这也是老人们对于二十八秀 及人物特点的一种推测 毕竟在古代人们很看重二十八秀 这句俗语虽然听起来 好像有点威严耸听 但我认为老一辈主要是告诉人们 自然界气候变幻无常 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 防止患病 保护好自己 也保护好家人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大家对于这句俗语 是怎么认为的 二零二三年为鬼卯年 也称卯兔年 之所以称鬼卯年 这是古代以天干地支 相互配合的一种纪念方法 也就是以食天干甲 以柄 兵 物 己 庚 心 人 鬼 结合十二地支子 丑 银 卯 臣 乙 武 畏 身 有 虚 害来相互配合 为 甲子 乙丑 丙吟 以此类推 彼此循环组成六十组不同的名称来纪念的 后来 人们为了方便记忆 便把十二生肖融入在了十二地之中 即 子 鼠 丑牛 银虎 卯兔 尘 尘 龙 乙 蛇 五马 卫 羊 身猴 有 鸡 树 狗 亥 猪 在年份中 欲有地支是什么 属相的就称是什么年 二零二三年为鬼卯年 因此 民间也称 卯兔年 这样看来 每过十二年 虽然天干不是一样的 但地支 却是相同的 我国 对于一个人的出生年 一直习惯于用十二生肖来寄人的出生年 因此 在某个天干地支出现的年份里 遇到地支所对应十二生肖的动物 就说自己是属什么的 由此可见 每过十二年 虽然天干不是一样的 但地支 却是相同的 每十二年轮回一次 例如 卯兔年出生的人属兔 十二年后又遇卯年 也是兔年 属相为兔的人 遇到了兔年 人们就说 这是属兔人的本命年 也就是说 一个人出生时的属相 恰好和当年属相相同 这一年就被称作本命年 比如 下一年 二零二四年是甲尘年 地支是尘 龙 那么 就说 二零二四年是属相为龙的人的本命年 在民间人们通常把本命年 看作是 见年 也就是说 本命年 如同要跨过一道界一样 在传统习俗中 本命年 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 有着本命年犯太岁的说法 太岁在人们心中 就是一种煞神 人们常说太岁当头座 无喜必有祸 意思就是说 本命年的人会多有不顺 多厄运 因此 人们便有着穿红背心 红裤衩 红袜子 即红腰带的习俗 认为 这样就能够趋及地心 消灾免祸 之所以 本命年 人们用红色 趋及避凶 这也是人们自古 就对于红色的崇拜 在人们心中 红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 人们深信红色 会给人们带来好运 比如 人们结婚时 穿红衣 贴红洗 点红竹 过年时 贴红对联 挂红灯笼 点大红鞭炮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为了驱走阴霾 祈求好运 图个吉利 因此 红色物品 也就成了 本命年的吉祥物 对于2023鬼卯年来说 五行属金 是山林之兔 为大吉之兆 在玉侠记 曾有这样的说法 属兔玉兔年 其年必高千 岁出运势平 以守不移工 也就是说 属相为兔的人 在今年的本命年里 会有加值加薪的红韵 但在本命年仪 保持平和 不宜冲动 虽然这只是 古籍的一种预测 但在新的一年里 还是多注意点为好 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老人的说法 属兔人在本命年里 一定要要低调行事 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众人主目的焦点 毕竟民间有着太岁当值的说法 常言道 枪打出头鸟 如果过于张扬 处处想表现自己 难免会惹来麻烦和祸患 尤其不要与人结怨 在很多事情上能忍则忍 避免与人发生言语上的纠纷 以及肢体上的冲突 以求顺利度过本命年 在本命年的开端 虽然运势平缓 但只要顺序渐进 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从容地去面对 不气馁 不懒惰 就会顺利地走过这道坎 财运也就会不断涌来 值得注意的是 鼠兔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太懂得分辨是非 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点 你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毫无保留地说与他人 好像真的是知己一样 在本命年里 鼠兔人还是很有可能遇到小人的 如果不加以防范 就会深受其害 因此 要记住逢人只说七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其实 每年都是不同鼠乡人的本命年 这也是告诉人们 人人应该如此 做人应该规规矩矩 以实物求 不要误入歧途 以免招致灾祸 不然 古人怎么会有本命年的警语呢 不知大家对于本命年是如何认识的